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玲 今天要說一個 吃過季拜手頭 喝水書關頭 感恩回饋鄉裡的故事 誰是主角呢 請看聊 他就是我們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葉撒穎老師跟先生爸爸媽媽兩個兒子 七年前的大合照 說到葉老師啊 從小她在高雄的賈仙長大 後來離開了故鄉 到外地教書有二十多年的時間 以前都是過年過節 孤孤才回家 看爸爸媽媽一次 但是三年前 她從高雄老師提供了 所以變成每半個月 由她帶的風山開車點半斤 等到故鄉一座 有人說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轉變呢 她說要感恩回饋鄉裡 怎麼做呢 答案就在影片中 還不到早上六點 家住高雄市鳳山區的慈激志工葉撒穎 已經起床準備出門了 為的是她必須開上一個半小時的車 去上一個不能遲到的課 師姐真的有一段路耶 還好啦 時關就好 7.50到8點半 今天會有多少人拿 今天是一二三年級 今天有五個班 一年級一班 二三年級各兩班 師傅 妳為什麼會想說 從鳳山這邊過大媽媽 這是母校啊 因為也退休啦 就有時間可以過來 因為甲仙喔 其實是一個人情味很濃厚的地方 覺得說慈激人在這裡怎麼那麼少 一直想要說 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帶動這邊 一直想要把我們慈激的東西拋出來這樣子 來試看看 從這個區塊 先從小朋友這裡 先讓他們就是我們的慈激的東西 先給一點給一點 看他們會不會帶回去給家長這樣子 就如同他的名字裡 所包含的意義一般 葉撒銀認為將善的理念 正向的種子騙撒世界的同時 怎能獨漏家園 而除了葉撒銀之外 也有許多在地人 希望一起來 複慰這塊在巴巴水災當中 遍體淋傷的土地 我們先生師姑問早 來 師姑早 小朋友早 他先生是我之前服務學校的校長 所以都認識啦 不過那時候沒有那麼熟 那是後來前年他到學校這邊來 想要到這邊跟孩子做一些互動這樣子 請妳跟我這樣說 我會跟妳這樣說 我有耳朵拉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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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女孩子在經過風災之後 他們需要有一些核心價值存在 重新來塑造 我覺得這一個比任何的 物質上的救濟更重要 所以很感謝那個師姑進來了 這個師姐進來了 妳的工作是什麼 插黑板 妳為什麼不去換 不要 不要 為什麼不去換啊 因為這個工作怎樣 很喜歡 好很喜歡 好很棒 這幾位小朋友 抽到這個工作 把他怎樣 把他做完成嘛 對答對了 這是我們分內的事情對不對 然後今天又講到這個單純心 就是妳要負責 專心一義的去做 慢慢地 在葉撒營與時俗會的努力下 賈仙大愛媽媽團隊 漸漸成行了 盡好自己的本分是 在教導孩子的同時 葉撒營也不忘自己 身為子女 所該盡到的本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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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更多的時間可以來 把實際的美善 愛的種子種在這些孩子的身上 一開始回去甲仙帶動大愛媽媽的時候 聽說是在一個非常柯難的環境 對因為甲仙大地震之後 學校就是老舊 所以要拆掉重建 我們刺激也援建他們的檢疫教室 所以在很柯難的情況下 師姐還願意回來 戴真的是很不簡單 他還沒回來 架仙跟大家互動的時候 你們有戴的媽媽嗎 沒有 那第一步難了 你沒多苦人 除了你穿穿衣服還有什麼人 你怎麼踏出第一步 跟主任講就是說 我想要進來 把我們的靜思維教學帶進來 幫我問看看有沒有哪位老師 他願意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在那時候是檢疫教室 都是一間一間的小小的 也沒有禮堂 沒有什麼視聽教室之類的 就只能一班 我進來就只能一班 本來還想說你們有沒有辦法說 一個項目比較快的 我一班兩班三班這樣我做會 因為我一趟回來了 可是都沒有那樣的場地 然後就說你能幫我找一個 那班人數比較多 人數比較多的那個班級 正好就是有一個賴老師 他也蠻樂意的 他就願意我進去這樣上 主動等於賈仙啊 也造就了你現在很多菩提 種子都靈力了嘛 你當然是 禮拜主座聽說也是因為禁師瑜的管理 你現在很用心去塞禁師瑜 以前也聽說是 自你哪兒的婆婆在哪兒看禁師瑜 主動問說這是什麼的 小孩子讀五年級 小五 然後有一天回來 他聯絡部上就多了一句 這樣的句子好話 他覺得怎麼有這樣的好話 為什麼會抄在聯絡部上 然後就主動去問老師 這是什麼東西從哪裡來的 然後才得知說高雄有教聯會 那主動就跑到教聯會那邊去參與活動 所以你先從教聯會入門 然後後來受證成為委員 然後把雙方的更多方的資源整合在一起 對吧 待會兒你們給我再說看看 當時他在校園裡面推動禁師瑜 有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而對面這一位我一直忍若你 因為你將是下一階段非常重要的主角 為什麼有一位學生代表今天坐在這裡呢 就要來見證撒音老師 對孩子真的把他當作像自己的兒子來疼惜 旅路與新亞 因为他都翘课 翘家 然后去搭火车 眼前书里的辅导个案 是慈激志工叶撒盈 过去辅导孩子们之后 所留下的点滴记录 用文字写下生活日记 用文字述说心情感受 这是他所熟悉的表达方式 而来到慈激后 他也将这条文字长河延续下去 他们都认为说 你是老师所以你会写 然后要上台讲话也是 你是老师拿麦克风不会怕 所以你们上去讲 过程压力多很多 会啊都会跟他讲说 不见得老师就会讲就会写 那个对象不一样 写不出来那个时候就很苦 就会一直跟旁边的师姐 就会发牢骚 不爱写了 但是还是写 还是会写 会发一些牢骚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就能接起来 这工作算是我们的责任 你要把它完成 你不完成要丢给谁 毕竟自己的心情随写 与采访别人的新闻撰稿 完全是不同的两码子事 尽管开始困难 但凡事求好心切的夜撒盈 能兢兢业业的完成每个本分事 一拉下来是 视讯一轨 然后音讯 一二三四 就是要熟练嘛 可是我们会 今天做的这一个案 可能要隔很久又在做 隔久了又忘记了 就重来 又重学 就慢慢再去摸索这样 我们会看到有些师兄姐 他在病痛当中 还是很勇猛精进 看到这样一个典范 很想去跟随 一个个在彼庚记录下 又或是在平日道场中 所看见的人物故事 也让夜撒盈回头去检视自己 如何让自己不仅能把握当下 而且还能走得更远 今天是凤山社区的 亲子成长班 今天是客户组的客户窗口 所以是整个活动的流程的设计 然后去批准整个活动的进行 团康 团康完了之后 就是要代开吗 对不对 我有 这个 团康 团康完了之后要代开 我很急 其实到现在还会 调整 也是经过很久 循序渐进 不是说要改一下子就改过来 累积了好多年 就是一再一再地提醒自己 这样子 要慢下来 静下来 再想别的办法这样子 一切都是好因缘 当一个事件发生了 一个进来了 我们就把他想说 一切都是好因缘 不用去这个 可以有太多 这样你心就不会揪在那边 每个慈激人的背后 都有不同意义的慧敏增长 无论是在人文真善美中的见证体会 还是在家业 置业之中 努力取得平衡 慈激志工叶萨银明白 这条置业路 其实很简单 莫忘当初想要付出的那个初衷就对了 是啊 莫忘初衷 对的事 做就对了 从当时看到孩子的联络部上面 他们有静思语好话 自己一步一步接触的教练会 更进一步想要做更多的事 承担更多的责任 变成了委员 然后互相来结合资源 接着就能来给我们见证一下 他当时 你也在学校就开始在推广静思语了 听说效果非常的好 对 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因为三人老师 他认教是在我们的社区 五甲南城国小 他在推正思语 他自己来找我 他觉得教育的区块 较悶 他可以走进委员的行列 可以更多 所以他是一个很细心 很积极的人 所以他觉得 如果能结合社区来推动 会更好 所以不仅正思语教学 他还可以带动 学校的爱心妈妈 利用爱心妈妈 收故事 收我们自己的故事 当初在做的时候 多少会有一些声音 对 借着我们师兄师姐的支持 这样努力 慢慢就突破 收听了 对 然后我们有去校园爱撒 然后有请谢坤山师兄来演讲 还有祈福会 生命教育 对 那慢慢那个校长 跟里面的老师都慢慢认同 包含眼前这一位 来喔 阿燕啊 我要好好介绍一下 各位佣金观众 尤俊贤啊 以前为什么叫你火车王子啊 因为我是一个很疯狂的铁道迷 我常常会在利用上课的时候 自己翘课出去搭火车 然后从高雄一直北上往北走 到台北 你是有钱吗 这个我虽然我身上没有钱 但是我可以用用别的部署 哈哈哈哈 好 对啊 过去放水啦 不要让你过来漏气啦 反正你就是疯狂的铁道迷 常常会不上课跑出去坐火车 对 那老师怎么让你走回正途啊 就是他一直希望能让我在学校好好上课 对 然后他就一直叫我们班其他同学 把我看警 不要再让我 利用同侪群体的力量 对 而不是说那算了 我把教室布置成火车站的样子 我把你的位置布置成列车的样子 不是 老师不做那种方法 不是 除了请同侪同学同班同学陪伴之外 他自己对你也没有什么让你愿意 不再流浪当火车王子 我要安住在教室里面 说真的 叶老师他真的很有爱心 怎么有爱心 因为他真的很会用火力的方式让我 慢慢成长 虽然 虽然我成长会造成他的麻烦 对 后来为什么让你改变 你愿意乖乖的不再逃课 翘课去坐火车了 这也是要用 用我自己的决心 因为说得好 对 即使老师用链子把你练住 你还是有办法逃走嘛 对 但是他的爱让你融化了 对 让你愿意 不然我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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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 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力所及 像其实他应该是需要 这个可能缺爱的 比较缺爱 那我们就陪伴他 虽然状况不断 也不是说我跟你讲 今天跟你讲 明天跟你讲 然后一个学期 一年两年他会好 但是不会好的 可是我们不放弃 没有放弃 不简单 很有韧性 很有韧性 不过你知道吗 你如果爸要自己哭哭 大家来听听听 爸爸对女儿的贴心话 最后因为我看他在处理事情 很精心 处理都不错 也看他失败过 他做的事情 他在这里 对南 我还是很健康 他怕这条路我也很欢喜 我说那娃娃 等来没欢喜 还有我们这次回来 我们也会欢喜 不过他这些孩子 我们都很喜欢 我们也希望大家家庭能够温柔温 在爸爸的眼中 您永远是爸爸的宝贝 爸爸这样跟你很赞谈 你有什么要跟你的企图人说 现在就是还好是退休了 要回家机会比较多 不过还是希望说 因为进房子就会存两个老子 爸爸妈妈而已 小弟是在家 可是他们是白天就出门上班去了 晚上才回来 所以白天就是剩下两个老子在家 希望说两个互相陪伴 是啊 身体要够好 心够好要快快落落 其实爸爸因为 退休了 没关系 所以时间比较短 他就比较 又因为晴光炎 不过他担担的那个 所以有时候 他状况时好时坏 有时候说 他会怕出去 不方便 他自己心里就是有障碍 他觉得我出去我就没看了 不不不啊 我没想要走出去 所以心理上他是有一些 低潮 我是希望说 最大期望就是说 那如果有机会可以的话 来做我们的环保志工最好 我希望你老爸就好 希望他眼睛越看越金 越金 阿姨汤越听越名 我希望说 今天能够在慈祭路上走的这么 也算是无牵挂了 要感恩家里的师兄 对 我忘记 甘文你们家的生意 是你的大火烧 对 如果要出来要记住 像回花莲 或者是海外营 像曾善美事 也是事情很多 他现在都蛮能够体谅的 听说你先心也跟我们赏赏赏 是 就把这位黄师兄 黄菩萨 黄老师 黄孝早所感恩 感恩 他把你们学家都平安 有愿就能够愿愿圓满 愿愿结成就 好吗 感恩 谢谢 谢谢